另外关心到为了阻止新冠肺炎变种病毒持续的传播 同时也要提高疫苗接种率 美国拜登政府呢就打算在10月份的时候 号召各国领导人举行全球的疫苗视讯高峰会 来聚焦新冠肺炎疫情 那现在也传出台湾渴望受邀参加峰会 不过目前呢是还没有确定出席官员的层级 如果可以顺利参加的话 台湾就可以分享防疫经验 也可以寻求跟其他国家防疫上的合作 而在野党就认为了 如果可以向美国争取到更多支援我们的疫苗 对于疫情控制也会更有帮助 全球疫情持续严峻 如何对抗新冠病毒的威胁 美国将号召举行防疫高峰会议 拜登将在会中提出明年内 全球人口疫苗覆盖率达到70%的目标 10月这场除了聚焦疫情 应对新冠病毒的危机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疫苗供应 12月另外一场民主峰会 将加强民主制度保护人权 传出两场台湾都受邀参加 不过目前还没有决定官员出席层级 台湾在这部分 如何把这样的医疗资讯分享出去 其实是我们在国际上面 跟所有的国际友人 在做朋友的时候非常实际 也是现在全球其实都非常需要的know how 不过政府就应该趁这个时候 赶快跟美国争取支援我们多一点的疫苗 根据了解原本就可以预期美方会邀请台湾参加峰会 因为美国时常称赞台湾的防疫成果 也常提到美台共享民主价值 白宫发出的邀请函还说 目前正规划今年底明年初左右 在针对对抗疫情举行最高层级会议 台湾如果能够参与峰会也能掌握疫情发展程度 面对病毒的变种 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各个国家之间 在疫苗上面的共享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流通或畅通的管道 防疫经验分享之外 跟其他国家交流 或是针对目前国内的疫苗方提出需求 都有助于台湾的防疫工作 记者下面李河荣台北报导